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这期的节目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特别 当然 多多指的并不仅仅是长度 这一期的视频来源并不是多多 至于为什么 咱们接着听下文 主公是曹操 从选将上来讲 这就不是多多的风格 主要是还是不够猥琐 好的 曹操上来给吕蒙贴上了一张冰凉寸段 从吕蒙的表情上来看 曹操应该是盲狙队了 一般情况下 如果盲狙错了 大多数人会打出666 或者托管之类的 总之绝对不会出现这么萌萌的表情了 但暗用行动标明了自己的立场 插句题外话 大家觉得刘备和曹操两个人谁更猥琐一些呢 如果曹操是强兽 那么刘备的定位是什么呢 多多觉得应该是揪其兽 好了 书归正传 咱们接着扯淡 这一期的素材来源于以为长期收看多多视频的绅士 可能有的同学就要说了 多多你个懒蛋 连素材都不刺激打 还要用别人的素材 还要用别人的素材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这件事 咱们还得从头说起 等一下 假许火攻邓爱 邓爱展示了一张方片闪 表明了你们几个都不要搞老子 老子这把丢牌 下一把你们丢命 黑癌 竟然还敢摸邓爱 我 原来司马懿也是反贼 算他们反贼运气好 黑癌 司马懿手里的红袍还不少 估计邓爱这回是要被记得吐血了 咦 这回司马懿的手里没有红袍了 真是可以 先给大家提个醒 不要以为多多会站在曹操的立场上 写说这场游戏 这把谁厉害 多多就支持谁 轮到了黄盖的回合 连上了曹操和邓爱 真是可惜 如果黄盖不是反贼的话 那么这个剧本的主要基调应该是主中受难纪 这下好了 寻语和郭家都成了曹操的人了 看你们反贼还怎么唱戏 不过切黄盖的攻击力还是比较强的 尤其是遇到约等于裸奔的邓爱 这样也好 有郭家和寻语在 曹操和邓爱早晚都得变成被集火目标 黄盖的表现不错 不仅能打 一张过河拆桥 还精准的拆掉了寻语手里的烂桃子 铁锁连环 司马懿又把曹操和邓爱连上了 这个不善对他俩来说早晚是个祸害 寻语找曹操拼点 形势不错 曹操的手里大牌不少 哎呀 干得漂亮 曹操选了一张最小的牌来拼点 没事 别出声 他们不知道你的手里有打牌 要不然他们会在牌桌子上把你活活掐死的 邓爱 白白了 怨天堂没有大牌 不过郭家还是比较聪明的 直接捅了寻语一刀 给邓爱补满了手牌 借吕蒙觉醒 成了半仙之主 学醒寄情学说白了也就是攻心 攻心的技能就是看你的手牌 如果有红袍 吕蒙可以选择气质或者放在牌顶 这个是神吕蒙的一个技能 现在对于反贼们来说 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 有输出 有辅助 也有仓库 要啥有啥 反观曹操这边 两大辅助 再加一个强兽曹操 除非反一手难满则万剑 否则很难翻盘 好吧 刚说没有输出 司马懿就被砍掉了两滴血 然后没收了邓爱的武器 爱 真是心疼邓爱 没办法 遇到了司马懿这种天敌 而且这个王八蛋手里 竟然还有那么多的红袍 好了 邓爱终于被带走了 现在曹操这一边的手牌都不少 这个时候是搞死巡律的最佳时机 果然 黄盖也不傻 我 永不背弃 火杀 好 六 四 五 五 二 四 五 四 六 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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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这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最后的最后 毕竟这个素材的主角是这个小绅士 开学你就要上大一了 多多没什么好送的 就送你两句话就送你两句话吧 老师们都一想不清 猜不出问题的你 我也是偶然翻相片 才想起同桌的你 等一下 这个音乐好像有点悲情 老板 切个歌 咱老百姓 就往这真正高兴 咱老百姓 就往这真正高兴 咱老百姓 就往这真正高兴 咱老百姓 高兴 15 board 又入 técnica 就往这真正高兴 好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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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这些地方完围着一火锅 不只想吃啥喝啥大伤脑筋 在老百姓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 真呀万乎想起是一个声音 电视里想想可惜别做了劲 别管它挣扎车辣练动门开心 咱们老百姓今儿个要高兴 咱们老百姓今儿个要高兴 咱们那个老百姓今儿个要高兴 咱们那个老百姓今儿个要高兴 林��� ji 咱老百姓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 咱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 新年就是一生年许多欢庆 这次乒乓乒乓乓乓总不过瘾 今天话总给你都是一颗温馨 咱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 大年三十奖金十四六英星 大年半大七夜八晚为天一火锅 我们不知想吃哪个大厂老金 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 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 咱们哪个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 咱们哪个老百姓啊 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 咱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 今天晚会想起是一个生机 电视连销行得行别足了劲 别管他说车车他人家都很开心 咱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 新年中生一生年许多欢庆 这次乒乓乓乓总不过瘾 今天话总给你都是一颗温馨 这么那个老百姓啊好奇 你真要高兴